这几天都没怎么打巅峰赛 给大家来一局荣耀局的夏洛特 队友架上角都是有数字的 全区前提榜前100分段也很高了 其实我没有数字的是因为我们区榜比较高 对象的是一生之地马超 拿马超是可以抢线到二级的 但是对面鬼谷子加司马依前期很容易来抓 先注意一下小地图 对面中斧往中左靠的 所以就别抢二了 马超抢二咱们就A他 靠一波他的血线就行 对面中斧没露头 很有可能在上路 我是不可能跟马超打的 马超他们进野区了 现在去也来不及了 但是这个位置也许可以击杀马超 他过来了A一下 戳出三层被动 七星光马斩展线A一下 抬走马超 这波队友来帮我抓了 不要管兵线直接去找马超 大招刷出被动 马超现在想走已经来不及 一般来讲像这种对手直接往你脸上冲 B线什么的都不管的情况下 基本上就是来人抓了 直接跑就完事了 不要以为对手是傻子 这边又入棋里白的野区了 这次我可以帮得上忙了 扔个E保持一下被动 往这边靠 错鬼子 七星光马斩打司马依 大招击飞 又一个七星光马斩抬走司马依 这就是五层被动的下路 直接秒人 现在我打马超是有限权的 马超现在基本上也不会跟我打了 咱们就可以选择支援路线 去帮中路打开局身 司马依这种英雄 被我大招击飞到就得死 基本上 除此之外 还可以反向蹲一波马超 马超看我去支援了 他生怕队友炸了 也会火速往这边赶的 那就是我们击杀他的机会 对吧 现在我被动已经点好了 他们中路好像想打 随时奉陪 被动拉近距离 二技能说 完了没戳到 大招没有击飞了 只能被动换掉一个了 大招击飞的前提是 一二技能必须先手打到人 如果这波二技能没空 那死的就不是鬼骨子一个人了 这可能也是下落特的难点 每一个技能都得精准释放 才能打出下落特的威力 刚刚的阵王让马超这波有了线权 他应该已经去中路了 咱们也得赶紧过来 一技能起手 先打小兵 A鬼骨子 大招二技能说 被动抬走 马超这么点血 应该也能带走 二技能说 他已经死了 二技能再说 七一光玩战抬走马超 现在马超的阵王 可不仅仅是两百块钱 那么简单了 他的这个上后塔也保不住了 下落特的被动也是可以拿来打塔的 推打效果还不错 键上能够压制对面对抗路 还让自己单独一人拔掉敌方一塔 这样优秀的对抗路谁不爱 李白这波两端一上去大招小好 自马一大招直接打他回来的地方 想法是挺好的 但是你别忘了 李白这的对抗路 可能是猛的一扶 戳空了 没关系 一技能 七星挂马展 其内 怎么敢的呀 举报 举报 你爹咪陪 我生还没有啥 可能我们都是 beside你 成功的 字幕语